颇受争议的达尔文奖,或许应该给主动作死,死后还把器官留给的吸毒者颁发一个集体特别贡献奖,在美国四月已久的毒品问题,再一次毒出了一位名人的声音。 据美国媒体17日报道,直播答题鼻足,Hulk Trivia联合创始人兼CEO,克林克罗尔·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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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被发现在自己的公寓里,因吸毒过量死亡,终年35岁。 吸毒多国的直播答题管法发明者,因为吸毒过量死了,突然自判球网,纽约警察局发言人表示, 一位女士拨打911电话,要求对克罗尔的公寓进行健康检查,而克罗尔在当天早上8点,被发现死在自己公寓里。 警方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但死因,应该是吸毒过量。 该发言人补充道,我们仍在等待法医报告证实此事。 捕鱼者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为什么近年来美国的毒品问题,正逐渐变得越来越致命,以至于分泰民这种止疼掉,居然抢了中美云手挥舞的头条。 而近来披露的一些研究显示,泛滥的毒品甚至产生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结果,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大幅增长,让人心情十分复杂。 毒吸了,人没了,器官还在。 之前说过,分泰民和海洛因一样,进入人体后,会与大脑中的型鸦片受体结合,但其更容易通过脂肪屏障,因此效果更强,需要的剂量也更小。 由于分泰民的黑石价格比海洛因更低,许多毒贩使用这种药物的初衷或许只是降低成本,但对此缺乏了解的乙菌瓷, 如果按照海洛因的剂量进行注射,则很可能因为药物过量导致死亡。 致死剂量的分泰民药和海洛因图来自无毒世界基金会官网,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吸毒过量致死的案例,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过量,能导致呼吸作用减缓到使大脑缺氧的程度,这些吸毒过量这往往会被送得抢救,带上呼吸机,虽然进入老死亡状态,但其身体和器官仍能得到血液流通。 其次,虽然如很多人印象中那样,隐君子们身体机能会受到极大影响,肝炎、艾滋病等的染病率比普通人高,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务工作者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器官捐赠者存在的问题, 甚至是让器官接受者可以安全地接受染病者提供的器官。 最后,也是最让人感到痛心的一点,近些年美国死于吸毒过量的人群中,有很多都是吸毒史极短的年轻人,有些人甚至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就因为芬太尼之类的强烈毒品而死,这进一步提高了器官的可用性。 在美国,毒品过量导致的死亡数量不断攀升图来自美国疾控中心。 据CNN报道,内科医学年纪ANO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因每吸毒过量死亡的机关捐赠者的数量,从2000年占所有捐赠者的1.1%,上升到2017年的13.4%。 美国医学媒体Helio则刊文呼吁称,来自吸毒过量这遗体的器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安全。 呼吁医学界,不要因为刻板印象,而其实这一来源的器官,人们已经遗弃了许多特用的器官了,不要再浪费更多了作者呼吁道。 主流舆论逐渐失手,华人社会如何自处。 来自医学界的观点,以看待生死的理性著称,不过临床界不要其失吸毒者器官的声音,仍然会引起一些不大好的联想。 哪怕我们知道,人家并没有为毒品洗地的意思。 虽然毒品的危害已经不断凸显,美国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指措进行应对。 但至少在文化上,美国人还没有对毒品燃起足够的景气,许多地区仍然在推进大麻的合法化。 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加州爱尔蒙地市的华裔居民还聚集起来,抗议当局在此建立大麻业基地的计划。 由于文化与传统上的原因,海外的华人社群,一挂在毒品问题上,显得更为坚决。 但近些年来,文化环境上的尸首,让一直洁身自豪的北美华人社群,感受到更大压力。 华人对毒品的零容忍,与海外更加怀柔的毒品应对策略,不时擦出一些不那么和谐的火花。 今年10月,纽约华人集会抗议大麻和法化图来自乔报网。 北美药物成瘾问题的泛滥,有其独有的社会背景。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学术文章认为,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性没有想象的严重。 美国主要阿片类药物生产商承诺,服用阿片类止痛药不会上瘾,并大力推销。 处方用药量迅速上升,从强套虫到芬太尼的一系列合成阿片类止痛药,让美国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外地下进行的。 在加拿大,当局则已对吸毒者定罪,会使得预防和减低危害的策略受到破坏为由,将吸毒非罪化。 政府甚至提供专门的注射屋,将隐身子们可以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注射毒品,以防止吸毒过量。 其实,将毒品认定的,非法也非罪本身并不是放松毒品,哪怕是对毒品容忍度极低的中国,也并未将吸毒本身定义为犯罪。 但美家主流社会,对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显然还与华人社会有很大的分歧。 毒品的,是无名化。 在华人看来,无疑就是为毒品张目,因大脉合法化等问题,导致了华人集体抗议也屡见不鲜。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温迪诺斯卡特,于1994年,创建了颇受争议的达尔文奖。 这项致力于坚克朝本辞职的奖项表彰那些主动将自己的基因从人类基因库中移出的人,虽然吸毒过让者从未上榜,但主动作死,死后还把器官留给要需要的人。 这怎么看都值得上一个,集体特别贡献奖。 网易科学人,2018年12月9日,本代器官一时的人数终于下降了,但远远很残酷。 中国新闻网,2018年12月4日,美国阿尔蒙地市,批准大麻基地千名华裔自发抗议。 Helio,2018年4月17日, 新岛日报,2017年8月9日,都市首间安全注射屋开始装修。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百二法律系列表 百二法律系列蹤, cient ! Fourth is Royal 得目得 loop